好,我们接下来讲解学童网络PS教程,我是学童网络红尘老师 大家在学习过程当中,如果碰到问题,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使用微信里面的扫一扫功能,扫一下这里的二维码 关注一下学童网络微信公众号,然后直接到里面去提问 我会第一时间帮助大家去解答问题,如果大家发现代线观看不太清楚 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里面下载全套高清视频教程和对应的练习素材 好,我们现在讲解的是第45节课,珠宝修图详细讲解 我们有这样两张图片,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张图片它是上面拍的稍微比较清晰,下面的话就比较模糊 然后另外一张图片它是上面非常模糊,然后下面的话是比较清晰的 我们要把这两张图片把它合在一起 然后进行一个修图 做成这样一个效果 很多的珠宝的话 不管你的拍摄技术有多好 我们的后期都需要使用这个PS软件 把它修得更漂亮一点 这样的话看起来更有质感 因为这个珠宝它跟服装它是不一样的 大家在修这类图片的时候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 因为我们要一点一点去修 假如这里,这里 一块一块 这样子把它修好 修好以后然后再把它合在一起 这样子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好,我们具体来演示一下怎么来修这样的图片 首先呢,我们把这两张原图 把它拖到我们的PS软件里面 大家可以看,现在是两张图片 好,拖过来以后 然后我们在这里使用这个举行选拖工具 我们把我们要的这个戒指这一块把它选中就可以了 好,选中以后 然后我们使用移动工具 把它移到这张图片里面 好,移过来以后 因为我们这个图片的话 要把它两个合成在一起 这张图片我们要它的上面部分 然后这张图片我们要它下面的这一部分 好,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不透明度把它降低一点点 然后我们把这两张图片进行一个对齐处理 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对齐的时候 这个边缘一定要对齐 不能产生这样的一个重影 如果产生了这样的重影 也就是说没有对齐 还有大家在拍照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相机 你需要连拍几张 然后不要移动这个相机的一个位置 好,这样拍出来的话 就算某一张或者两张图片它不太清楚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种方法把它合在一起 在这里我们要仔细对一下 把它对齐 大家看这里有重影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自由变化 按Counter加T 把它拉一下 好,这样子就差不多了 好,然后我们把这个不透明度 把它调回百分百 好,调回来以后 然后我们可以添加一个蒙版 然后我们使用这个黑色的 软边缘的一个画笔 然后把这上面把它涂抹一下 把这个钻石把它涂抹出来 可以把这个画笔适当的把它调大一点 如果你感觉涂抹过来的话 你会使用这个白色的画笔 把这些 把它涂回去就回了 然后的话我们按Counter加1 合并图层 把它合并一下 合并完成以后 然后我们要对这个 戒指对它进行一个抠图 我们在这里使用钢笔工具 我们首先把它抠成一个白底图 在抠图的时候 这里就要足够的一个耐心 如果大家不会使用这个钢笔工具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前面的课程 抠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边缘把它对齐 因为这种的话 它不是抠普通的这种商品图 它是抠一个戒指 这种戒指 它边缘你要是没处理好的话 就非常难看了 中间的话我们可以添加一个锚点 然后移动一下 这样子不好看清楚 就可以把图片把它放大 把这个边缘把它对齐 这是抠图的话 就是太费时间了 可能因为我这个电脑这个屏幕 调的一点太亮了 我看起来有点反光 好像这种边缘的话 它有的虚化的地方 我们就可以不要它了 然后可以让这个路径靠里面一点 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个锚点 这样子移动它 那么在这种地方 大家使用钢笔工具扣除的时候 一定要使用这个快捷键 就是使用这个 Alt键和Counter键 两个配合来使用 我们先把这条路径把它合并 这个锚点它有点问题 我们向里面移一点 好 这个外部的轮廓的话 这个路径的话我们就选完了 然后我们在里面再选一个路径 好 我们可以直接这样 好 我们先把这个路径先把它合并 合并完之后 然后我们再来一个一个来调整它 好 全部扣好以后 我们按Counter加回车 好 我们的路径全部调整好以后 然后我们按Counter加回车 转为选区 然后我们按Counter加接 把它扣出来 大家可以看看呢 扣出来以后我们新建一个图层 然后移到图层医的下方 前景色设置为白色 然后我们对这个图片进行一个精修的处理 为了以防万一 我们可以对这个图层医进行一个复制 复制一层 复制完成以后 然后我们执行图像调整 首先对这个整个戒指对它进行一个去色处理 好 然后的话这个钻石的话 它也被去色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历史记录画笔 点到上面一步 然后把这个钻石稍微涂抹一下 把它涂回来 好 涂回来以后 这时候我们来开始精修这张图片 我们把它分为几块来修 假如我们首先修这一块 好 我们按Counter加1 让它原图显示 然后我们可以再按Counter加加号 把这个图像再放大一点 放得越大的话 这样子我们修起来就越方便 好 然后的话我们使用这个钢笔工具 好 我们把这一块把它选出来 这个戒指以外的地方 我们就不用管它 它等一下会自动选到这个边缘的 如果大家不会使用这个钢笔工具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前面的课程 在这一块的话一定要把它选准了 好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的话我们按Counter加回车转为选区 然后我们要给它进行一个语化 大家一定要记住好 一定要语化 像这种的话一般语化一像素 好 语化完成以后 然后我们按Counter加接 把这一块把它复制出来 好 然后我们锁定透明像素 为了防止等一下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涂抹到戒指以外的地方 所以说我们要锁定这个透明像素 然后按住Counter键 点一下这个图层塑览图 把它的选区把它调出来 调出来以后 然后我们来进行一个修图处理 在有选区的情况下 我们所有的操作 它只会对选区以内的内容起作用 一般修正图片的话 我们都使用这个涂抹工具 或者是画笔工具 涂抹工具用的是非常多的 好 我们选到这个涂抹工具 然后在这里选择一个画笔的一个大小 然后把这个硬度适当的调一下 也会设置到0% 好 这里有个强度 这个强度大家刚开始使用这个涂抹工具 最好是把它设得小一点 设置到25%左右就亏了 然后这个模式设置为正常 然后我们来开始涂抹 在涂抹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好 要根据这个介质本身的一个纹理来涂抹 好 我们在这里 把这个黑色的地方把它涂抹掉 大家看 这样子涂抹就可以了 好 这个边缘的话 这样子涂抹一下 把它涂成一个弧形状态 好 涂抹完成以后 这个时候所有的颜色化变成一个灰色 这样子看起来就没有质感 这时候我们可以把中间把它处理的亮一点 在这里我们可以使用这个简单工具 选择一个合适的一个笔刷大小 然后把硬度我们可以适当的把它调一下 调稍微大一点或者小一点都是可以的 然后这里有个曝光度 我们把它射小一点 然后这里有一个范围 你一定要选择高光 然后我们在这里来涂一下再看 好 这样的话 它硬度的话有点太高了 我们再调小一点 调到百分之零看一下 好 我们返回来 拿来涂抹 好 这样子就可以了 如果这里的话 这个白色的不够的话 你再使用这个涂抹工具 把它这里 把这边涂抹一点点过来就好了 就可以了 好 通报完成以后 然后我们再对它进行一个图像调整去设 好 我们按Counter加0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来看一下这一块我们就把它修好了 然后我们按Counter加D去销选区 好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这个边缘的话 它还不是很真实 这个时候我们要把边缘处理的稍微黑一点 同样的我们在这里使用这个画笔工具 然后设置一下它的一个画笔大小 然后把它硬度调到50%左右 然后这个无透明度和流量的话 我们要把它设小一点 不能设置为这个百分百 把它设置为这个百分之六十左右就可以了 好 然后我们围着这个边缘 把它涂抹的稍微黑一点 好 这样子看起来的话就真实一点 涂抹的时候大家可以适当的把这个画笔把它调得再大一点 这样的话去涂的话 这个边缘涂出来的话它就真实一点 好 这样子就差不多了 然后的话同样我们再对它进行一个去色 看一下效果 大家看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好 这一块的话我们就处理好了 处理好以后 然后我们再来处理这一块 同样我们把图像把它放大 也不能放的太大 太大的话我们这个电脑 桌面没办法显示 然后就不好操作了 然后同样我们在这里使用这个钢笔工具 这个锚点把它移一下 移到这里来 这外面的话我们不用管它 最主要是这里这个锚点 我们要把它对齐 好 然后在这里选择一个点 把这个路径把它调好一点 好 闭合路径 这个这里把它调的稍微弯一点 这个这里把它调的稍微弯一点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路径好像还不是很好 再调一下 好 这样就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按Counter加回车转为选区 同样的我们对它进行一个语化 按7本加F6 语化一像素 然后选择图乘一副本 按Counter加接复制一层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一块的就被复制出来了 好 复制出来以后 同样我们把它的选区把它调出来 然后锁定透明像素 同样我们使用这个 涂抹工具 在这里我们看这里有一个高光 我们可以沿着这个高光向下 这样涂抹 在涂抹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能违背这个本身的一个光源的这个纹理 好 我们这样子一涂抹 大家看 把下面这个黑色这里也把它涂抹掉 好 好 这样子就差不多了 涂抹好以后 同样的 我们在这里使用这个 简单工具 把它涂抹一点高光在上面 好 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 涂抹完成以后 然后同样我们对它进行一个 图像调整去色 看一下效果 这个效果也可以 然后这个边缘的话 同样我们使用这个 画笔工具 然后把这个边缘 把这个涂抹的稍微黑一点 我们原则这个虚线的这个边缘这样子一涂抹就溃了 不能太靠里 太靠里面的话 这样子涂抹出来的话 它就不太真实了 好 然后我们按Counter加D取消选区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两边的话 我们就把它修设好了 好 我们再来修这一块 同样我们使用这个钢笔工具 把这一块把它选出来 好 使用钢笔工具 可以把图像把它放大一点 这里有个高光 我们把这个高光可以把它留下来 好 这样就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Counter加回车 同样按Sever加F6 语化一项处 然后选择图成一副本 然后按Counter加接 把它复制出来 然后把它的选区把它调出来 然后锁定这个透明像素 同样使用这里的这个涂抹工具 大家看 因为我们这里的话 它比较小 这个选区比较小 所以我们把这个涂抹工具把它调小一点 好 然后从这里开始这样子一涂抹 然后把这个高光上 高光的位置 把这个上面的这个杂点把它去一下 但这个高光一定要留起来 然后再这样子去涂抹 在涂抹的时候 这个时候要凭感觉 你感觉可以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始终在一个地方去涂抹 如果老在一个地方涂抹 很容易把它涂乱的 好 涂抹完成以后 然后我们使用这个简单工具 同样把这里把它调亮 这个简单工具 同样的 我们把这个笔刷把它 涉小一点 然后我们再去涂 再看 把它调亮一点 调太亮了 肯定是不行的 好 再反一步 这里把它调亮一点 好 这样就差不多了 然后的话 我们同样对它进行一个 图像调整 取涉 好 这一块我们就修好了 修好以后 然后我们Counter加D取消选区 然后我们再来修外面这一圈 同样我们使用这个钢笔工具 把这一块把它选出来 如果按下的话 你看一会有这个钢笔工具 都没有什么 这个省区把它合并 好 然后在这里添加一个锚点 这个路径的话这里是有点问题的 然后这一块的一定要把它选好 好 然后的话选好以后 我们Counter加回车 转为选区 看下效果 好 这一块的这里 有一个点 我们要选好 我们要把它重新这里要调一下 好 然后Counter加回车 转为选区 然后同样选择这个图内副本 然后对这个选区进行一个语化 然后按Counter加进 复制一层 然后把它的这个选区调材 锁定透明像素 然后同样使用这个涂抹工具 好 现在这个涂抹工具的话 我们要把这个笔刷调的再小一点 好 然后我们原则这个纹理来进行一个涂抹 这个边缘的话一定要把它涂抹均匀 大概可以慢一点 不用急 慢慢来 好 然后的话使用这个简单工具 把这个笔刷把它调小一点 把这一块把它调亮一点 再看 这一块也是一样的 把它调亮一点 调太亮肯定是不行的 稍微亮一点就回了 好 这样子就差不多了 然后Counter加低 取遥选区 大家看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 同样呢 我们可以执行图层调整 去色 看一下效果 好 现在就是这样的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来调整下面这一块 同样的使用这个钢笔工具 所有的这个 这种图片 它的一个方法都是这样的 好 然后我们按Counter加回车 转移选区 同样按Counter加F6 语化 一像素 然后选择图层音副本 按Counter加接 同样把它选区调出来 然后锁定这个透明像素 然后同样使用这个涂抹工具 对它进行一个涂抹 在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涂抹工具的笔刷 把它调大一点 让我们这涂抹再看 一定要原则它这个本身的这个纹理去涂抹 好 涂抹完成以后 然后我们使用这个简单工具 把这一块把它调提亮 好 然后下面的话 这里有一个黑色这个纹理 这里的话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涂抹工具 把这一条把它涂抹的清晰一点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同样的我们执行图像调整去涉 大家看 现在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这边这一半的话 基本上我们就把它修好了 我们再来修这一边 同样的我们使用这个钢笔工具 把这一块把它选出来 我们讲课 所以说我们在选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选快一点 可能就选的没有那么精准 但是大家在操作过程当中 一定要去仔细调 把这个路径把它调得非常精准才可以 好 然后我们按Counter加回车 转为选区 然后选中这个图像副本 按Counter加接 复制 复制完成以后 你会发现这里它多出来一点 这里本身是空心的 好 这个时候同样我们使用这个钢笔工具 把这一块把它选出来 然后 按Counter加回车 然后把这块把它拴掉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选区把它调出来 然后锁定通明相处 然后同样使用这个涂抹工具 我们原则这个高光这一块 把它涂抹一下 把它涂抹了均匀一点 这里这个黑色的这一块的话 要把它仔细涂抹一下 把它涂抹均匀 差不多自己感觉满意就差不多了 好 同样的话 然后呢 我们使用这里的这个简单工具 把这一块把它调亮 这一块有点太亮了 我们返回一步 把这一块 这里把它弄亮一点 这里 这里也会把它涂亮一点 好 差不多了 然后的话 我们执行这个图像调整 去色 我们看一下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同样的话 我们把外缘这一圈 把它选出来 是这个钢笔工具 好 在这个位置 拉到这里 这晚上太晚了 所以我在这里呢 就 讲快一点 挺困的 现在 这晚上太晚了 所以我在这里呢 把这个锅笔工具 这个锅笔工具 我们其实可以不需要 把它拣选掉 直接让它在这里合并好了 合并 然后这里添加一个锅笔工具 这里再添加一个锅笔工具 这里再添加一个锅笔工具 然后按Countr加回车 然后选区 然后同样我们执行这个 语画 语画像素 然后选择图像副本 按Countr加接 复制出来 然后把它的选区把调出来 锁定透明像素 然后同样使用这个通红工具 同样的我们使用这个简单工具 这一块适当的停亮一点 好,这一块就差不多了,然后同样执行图像调整去射,去一下射,我们看一下,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我们按Counter加零,原图显示,大家看一下,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然后我们再来修这一块,下面这一块,同样使用这个钢笔工具,这一块把它选中 接着一个锚点,然后再往下拖 好,然后按Counter加回车,转为选区,同样 Counter加F6,语化,语化完以后,然后同样选择这个图成一副本,副这个出来 然后把它选区调出来,锁定透明相处 同样我们在这里,把它涂抹一下 大家可以涂慢一点,但是一定要把它涂均匀 好,然后我们再使用简单工具,把这一块把它适当的把它提亮 好,然后我们执行图像调整去设 按Counter加D,取消选区,大家看,好,这一块我们就把它修好了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修这个四个柱子 好,我们这个柱子比较小,所以说我们还需要把这个图像把它放得更大一点 因为这个柱子圆的,所以说我们可以直接使用这里的这个图像选择工具 把它选出来,选出来以后,然后我们直接在这个图像一副本上操作 因为这里它比较小,所以说没有必要把它单独做一个图像 好,然后把这个笔头调小 我们要锁定这个透明像素 好,沿着这个高光这样子一涂抹 好,这样子就亏了 一般的话,我们就是往四周这样子一涂抹 涂抹完成以后,然后我们使用这个简单工具 把它稍微刷亮一点 好,这样就亏了,这个就亏了 然后我们再来修这个 同样使用这个,在这里绘制一个圆 好,这一块 好,绘制完以后,然后同样使用这个图像工具 往四周这样子一涂抹 这个黑色的话,一般我们要把它留着 这样子看起来更有质感 好,涂抹工具 涂亮一点 涂抹错了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按Counter加Z 然后重新涂一下 好,这一块我们就修好了 然后我们再来修这个 然后我们再来修这个 同样使用这个 画一个椭圆 再看啊 画好以后,然后使用通宝工具 四周这样子涂一下 好,然后使用简单 使用简单的时候 如果你这样涂不好,涂到你可以把它调大一点 调大一点,然后 随便涂一下 好,就可以了 再调小一点 再调小一点 把这块把它调亮一点 好,这一块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再来修这个 方法 方法其实都是一样的 都是非常简单的 但是这些方法的话 就是我们要多去用 才能够熟练 好,这样子就差不多了 好,这个四个钉我们修好以后 然后我们就来修这个 钉周围的这里 然后同样这里的话 我们就使用这个 钢笔工具 把这一块把它勾出来 移到这个位置 调一下,调这个路径 好,然后我们在这里 闭口路径 添加一个锚点 这个点的话它有点问题 把里面调 好,差不多就调回这样吧 好,差不多就调回这样吧 然后我们看了一下回车 转为选区 然后这一点的话也不是很多 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把它专门 把它弄一个涂层 然后去这样涂一下 再看吧 把它涂均匀就回了 涂均匀以后 然后我们使用这个 这个涂抹一点高光在上面 好 这一块我们就修好了 然后就是这一块 同样的把它选出来 把这个路径把它调清,稍微精准一点吧 把这个路径把它调清,稍微精准一点吧 好 看着叫回车 好,涂均匀一下 反正沿着这个高光像四周这样子扩散就可以了 好,这样就差不多了 好,然后再接下来就是这一块 这一块的也是一样的 好 这块把它选中 像这种节点的话 如果我们直接在这里 拉一个点 大家看啊 像这种它是断掉的 这个节点它就断掉了 我们可以按住Auto键 单击一下这个 某点 然后这边的话 这个控制条的话就没有了 好 如果它看的不是太明白 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那个基础教程 前面的 Ctrl加回车 让我们适当的涂抹一下 但是一定要把它涂顺了 这一条把它涂得稍微顺一点 好,然后我们使用这个 把这个笔刷稍微调大一点 然后把它调亮 它就可以了 涂得稍微亮一点 好 然后就可以了 我们还没对它进行一个去色 这没关系 我们可以现在整体的对它进行一个图像调整 去色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效果 现在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 然后这里的话 只有一点点我们就没有必要去修它了 好 上面这一半的话 我们基本上就把它修完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处理这个 这一部分 同样我们把图像把它放大一点 好,然后我们使用这个钢笔工具 把这一块 看这个边缘的话大家一定要把它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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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开始抠这种图的话 是很痛苦的 你找边缘线的时候不太好找 这里这个锚点我们就不要了 重新添加一个锚点 这个锚点要再往上一点点 多了一个点出来 这个点我们把它往上一点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选中这个边缘 好 然后到这里 里面这一块的话 我们就可以不用去管它 选到这里 点到这个位置 在中间的话 它本身就有这样一个缺口的 所以这一块的话 我们就不能把它选中了 然后选到这个位置 这个锚点的话 我们就不需要了 然后再来重新添加一个锚点 这个边缘线的话 它确实是不太好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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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中间这里这条线的话 我们可以再给它添加一个点 然后往下一点点 这里往上一点 好 这样子就亏了 然后的话 我们按Counter就要回车 同样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语化 语化一相处 然后我们按Counter加接 把它复制出来 好 复制出来以后 这个时候我们在这里的话 我们就没有必要使用这个涂抹工具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这个画笔工具 我们吸取一个亮一点的这个颜色 然后选择画笔工具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 把它的选区把它调出来 然后锁定透明相处 然后直接涂抹一下 在涂抹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先涂抹这个中间的这一部分 然后两边的话 这个接头的这个位置 就不要去涂抹它了 就使用那个涂抹工具 就不能使用这个画笔 如果你感觉还不够亮的话 你可以再细的稍微更亮一点 然后在上面去涂一下 这样子看起来它就非常有质感 好 这里刚才我们在选的时候 这个接口的话 我们就没把它选出来 好 这个没有什么关系 好 然后我们使用这个涂抹工具 把这个笔头调大一点 然后这样子就涂抹一下 就是让它有这样一个 很自然的这样一个过渡 好 这样子就差不多了 但是我们在选择这个边缘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这个边缘 刚才我们没有把它选的很精准 好 这个时候我们要再使用一下这个画笔 把这个笔头调小一点 然后把这个边缘把它再涂一下 好 这样子就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按Ctrl加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然后的话我们来修中间这一块 同样我们使用这个钢笔工具 游戏没有修好的地方 我们先不管它 后面来改 把这一块把它选出来 这里的话这个路径的话也要把它对好 这样的话等一下就很难看了 对我来讲一下 很好 放月 对我来讲一下 是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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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去找工作的话 最好也不要找这种工作 不要找这种美工 你如果找一个这种美工 你一天可能修四五张图片 会把自己给累死 这里的路径的话 还有点问题 好这一块我们把它选中了 然后按Ctrl加回车 转为选区 然后语化 修本加F6 语化一项数 然后同样把它复制出来 大家看复制出来 复制出来以后 然后我们把它选区掉出来 就是这样的 但是这中间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中间的话 其实它是属于两部分 这里是一部分 然后这中间这一块 它又是属于部分 所以说我们还要把中间这一块 把它勾出来 好 同样使用这个钢笔工具 我们在这里 从这个地方开始 沿着它这个本身的这个线条 这里这个黑色这一块 对它进行勾选一下 中间的话我们可以不管它的 从这里开始 可以把它勾得稍微有点形状 这样子 这样子 假如说是这样 这个锚点的话 它是一个直角 肯定是不行的 把它拖为一个圆角 好 把它选出来 选出来以后 然后按Counter叫回车 然后同样把它扣出来 好 我们把这个选区 把钓子来带看 就是一个这样一个效果 同样都要锁定这个透明像素 然后我们使用这个图码工具 我们沿着这个高光 往上这样子图 好 这一块的话 边缘这一块我们就不需要了 这个黑色这一块 我们就不需要了 再把它弄成这样 好 沿着这个高光再往上图 可以适当的把这个笔头 把它调大一点 电脑现在的话有点卡 全部涂成这个白色 调小一点 现在电脑有点反应不过来 好 等它反应过来看一下 好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 然后这个黑色的地方 我们往里靠一点 好 这样子就差不多了 如果在中间你感觉它还不够黑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 使用这个 简单工具 然后再把它拖一下 再看 这两边的话 一定要把它涂得稍微黑一点 并且要形成一个过渡的这种效果 然后才好看 好 这一块我们就处理好了 然后我们再来处理 这个 这一块 把它的选区把它调出来 然后同样锁定这个通平像素 然后呢 我们来这样涂抹一下 再看 这块我们就不要了 好 这边也是一样的 沿着这个高光 让它这样子涂抹 把它涂抹均匀就回了 刚才这个涂成13这一块 这里还没有涂抹的太均匀 我们再涂一下 好 再涂这个涂成12 然后这个两边的话 这一块的话 它又是 这个内币 这个跟外币这个接口 这里 我们要把它涂得亮一点 同样使用这个 把它涂亮一点 这块把它涂亮一点 好 这里也是一样的 把它涂亮一点 这样子看起来就更有质感 但是这个涂成13这一块的话 好像没有处理好 现在电脑太卡了 好 我们选中两个涂成 我们选中一个涂成 这里刚开始没有涂抹的太好 我们再使用这个画笔 调一个黑色 把这一块把它涂一个黑色 这个画笔我们可以把它调大一点 这样子调一下 好 然后呢 我们再使用这个简单工具 把这一块把它调一下 或者使用这个涂抹工具 让它形成一个自然过渡这样一个效果 把这个涂抹工具把它加大一点 现在反应不过来了 全部搞好以后 然后的话 我们来对它进行一个去色图像调整 去色看一下效果 好 这个图层12 也要对它进行一个去色 好 我们按Counter加0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好 现在整个这个戒指 它的一个 大部分的区域 我们就把它修好了 然后呢 我们再来观察一下 这里的这个边缘的话 太白了 然后看起来没有质感 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两个涂成 同时选中 把它合并 按Counter加1 合并合并完成以后 然后呢 我们把它涂抹的边缘 把它涂抹黑一点 我们使用这个画笔工具 选择这个黑色的画笔 然后把图像放大一点 把它的选区把它调出来 锁定透明像素 然后这个边缘这里 不要涂抹的太多了 可以把这个笔头调大 涂一点点就行了 看起来就自然一点就可以了 好 我们来看看效果 好 就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这个外边的话 这一块的话 其实不用涂也是可以的 好 然后的话我们再把这个边缘 给它加一个轮廓线 这样看起来的话就更有质感 好 同样我们在这里新建一个图层 最上面新建一个图层 好 然后在这个位置 加一条这个轮廓线 好 从这里到这个位置 这种轮廓线的话 大家在绘制的时候 就一定要把它绘制的很精准才可以 现在讲课的话 我就随便绘制一下 大家只要知道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这种就是我们用来 来表现这个质感 好 差不多就是这样 然后的话 我们可以新建好图层以后 然后我们选择一个画笔 这个画笔 我们把它射小一点 射到三相处左右就可以了 然后选择一个硬边缘的画笔 然后这里不透明度把它调为这个百分百 流量百分百 然后这里选择一个黑色 然后我们来到这个路径面板 然后就是描边路径选择画笔 大家看这一条线就描边好了 描边好以后 然后这个两边的话 它看起来是不太好看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橡皮擦 好把这个边缘把这里把它插一下 因为我们刚才绘制路径的时候这一块没绘制好 所以我们把它插掉就可以了 有点生硬 这一块 然后呢我们可以对这个路径进行一个模糊 高时模糊 让它看起来柔和一点 模糊的稍微小一点 模糊半径一相处左右就可以了 好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这条线我们就揮上了 然后呢我们再来绘制一条 就是这个外边这个轮廓 我们再给它绘制一条线 假如像这个位置 给它绘制一条这样的线 好这是一条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位置 按一下ESC键 然后我们在这个位置 再绘制一条这样的一个线 好然后同样我们再新建一个图层 然后路径描边 好描边 好这边描好以后 然后另外一个还没有描 好然后我们再选到这个路径 同样描边这路径 好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同样我们使用这个橡皮擦 把这里 使用这个 使用这个 错了哈 我们要使用这个橡皮擦 不能使用这个 涂抹工具 我们使用橡皮擦 把这里把它插的稍微柔和一点 插的一点过了哈 把这个笔头缩小 好这样子就差不多了 好这样子就差不多了 然后同样我们给它模糊一下 高丝模糊 好点确定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们按Counter 加零大家看一下 现在这个效果就不同了哈 就看起来这个质感呢 就会好很多 然后这个 戒指的上面我们同样可以给它添加 两条黑线 好这个位置同样我们使用这个钢皮工具 好 然后在这里绘制一条这样的一个路径 就是我们该加到这个位置 这里的话这个线条的画的就是稍微平滑一点哈 如果不平滑的话就不好看了 好 然后我们直接在这里再给它对它进行一个合并 好中间再加一个锚点 同样这样子拉 拉一条这个线出来 其实我们这个线的话不需要很大 我们只需要一点很小的这个线就回了 好 然后这里是一样 这个高光这一部分都还是要把它留出来哈 这样子看起来才有这个质感 要留意大部分这个高光出来 好然后的话 好我们新建一个图层 好直接把它转为这个选区 然后我们在这里使用这个画笔 把这个 皮头调大一点 然后我们在上面画一条就可以了哈 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同样的话我们再对它进行一个滤镜 模糊高速模糊 模糊一点点 模糊完之后 然后的话这个两边的话同样可以使用这个橡皮擦 把它擦一下 适当的擦一下就可以了哈 好 然后就可以了 然后的话这一边的话同样的也可以给它绘制一条这个线条 成这个钢笔 好转为选区 同样新建一个图层 新画笔 画完之后 然后模糊 好模糊完之后 然后使用这个橡皮擦 把这个两边这个接头的这个位置 把它擦一下 擦的一点过了哈 好这样子就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Counter加0 我们再来看一下效果 再看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 然后呢 我们把这些所有的图层 都把它合并一下 所有的图层这些图层都把它选中 然后按Counter加1合并 再看啊 这就是我们修的那个图 然后下面呢 就是之前的原图 好 合并完成以后 然后这个 戒指它的颜色肯定是有问题的 我们把这个图层一副本 也把它合并进去 按Counter加1 然后为了防止我们出错 我们再给它复制一层 然后再给它 去色 图像调整 去色 去色完成以后 然后我们可以给它添加一个图像调整层 然后调一下这个戒指的颜色 调一下这个色相饱和度 我们点这里的着色 然后把这个色相把它调成一个 一个冷调的这样一个色调 然后这里改为180看一下 差不多就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饱和度太高了 改小一点 然后这个明度 也该调到2左右就亏了 好 然后的话就是再给它添加一个这个色彩平衡 给它加一个这个蓝色调 这样看起来就更加真实 这个蓝色 都给它加一点 阴影和这个中间调 还有这个高光 都给它加一点 好 然后的话我们 一般这种图片 我们在对它进行一个锐化 可以把它锐化稍微大一点 锐化的时候 你要选中这一个 或者你现在的话就可以直接把这些 这几个 把它合并一下 然后再进行一个锐化 调大一点调到35到40 好 然后点确定 再看现在的话这个就要好看很多 你看原来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图像把它放大一点 按Counter加加号把它放大 放大以后 你会发现这个边缘有的地方还不是很好的 然后你再使用这个涂抹工具 然后在这里锁定这个透明像素 然后把这个画笔的笔头把它调小一点 然后把这些 再把它涂抹一下 这个边缘的话 再把它涂抹一下 好 主要是涂抹这个边缘就可以了 这里 你看这些地方刚才没有处理好的 我们再给他处理一下 这些地方 这种的放大了 然后慢慢细修的 我们讲科的话 大家只要明白这个道理是什么样的 就可以了 好 然后Counter加0 我们再回来看一下 现在这个戒指效果的话还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再给他做一个这个 倒影 我们把下面这些修把它隐藏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画笔去画这个 下面的这个阴影 也可以做一个倒影 但是这个角度的话做倒影的话不太好看 所以说我们就直接找这样一个阴影 好 我们打开这个 他也可以直接使用这个画笔去画 其实都可以的 好 然后在这里 然后进来以后 然后我们Counter加T对它进行一个旋转 放到我们这个 戒指的一个下方 好 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移到戒指图成的一个下方 再看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 然后我们把这两个图成选中 往下一一点看一下 好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戒指 上面的这个钻石它是有问题的 因为本身它这个钻石的拍的都是 太模糊了 所以我们要找一个这个钻石 网上这种钻石是非常多的 找到以后然后我们直接把它拖过来 放到这个位置 放到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Counter加T 缩小 放到这里 然后的话 我们最大进行一个变化 按照Counter键 调中间的四个点 给它调得差不多 好 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的话 我们这个四个这个钉子这里的话 它有多出来的地方 然后我们可以使用这里的这个 椭圆选弃弃工具 把这一块把它选中 选中以后的话 然后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拴掉 一个一个拴 这个也是一样的 这里画一个圆 那么都出来拴掉 这个也是一样的 把它拴掉 这个也是一样的 把它拴掉 但是拴的时候 大家注意一个问题 尽量的 就是不要像我这样子去拴 你尽量把这个隐藏 然后把使用钢笔工具 把这几个柱子 这个路径画的精准一点 这样子就拴掉 就会好看很多 好 这样子 基本上整个这个戒指 差不多就修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效果图 我们把所有的这个 都把它合并一下 把这些都让它显示出来 把这几个把它合并 按Counter加1 合并 合并完成以后 然后我们来对比一下 它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然后我们 搞完之后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 大家看啊 其实它这个 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 但是修这种图的话 实在是太费时间了 其实它的方法都是非常简单的 在这里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 修这种图 一般我们使用这里的这个 涂抹工具和这个画笔工具 然后我们在涂抹完成以后 一般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去色 去色以后 然后我们再去着色都可以的 因为你涂抹过程当中 它会产生各种颜色哈 就是一些细微的这个颜色的一些变化 所以说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去色 这样的话 这个金属的质感 才会表现的很好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使用这个钢笔工具 绘制路径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路径把它绘制的很精准 因为我们讲课的时候 一般这个路径 我们都没有必要追求那么精准哈 但是我们如果在上班 或者我们在修这种图片的时候 一定要把它做的很精准 好最后给大家不止一个注意 大家就拿这个素材去练习 做一个这样一个 钻石的一个修图 然后修好之后的话 然后发到我们的这个QQ群 和这个微信群里面 大家这个一定要去练习哈 你把这个练习好以后 以后很多图片你都可以去处理 特别是珠宝类的 什么钻石 什么这个 佩戴的这个预配之类的 都可以使用这种方法 把它修得很好 只是最后的这个调色的地方 可能不一样而已 好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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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